我做了 一开始 你先来 先来 好坏 周深上 却 何炫 小梦 你是假白对吗 你就自觉点 我真的好好酸 你觉得也好酸 我又好人 昨晚奔跑把生态片迎来了第二期的播出 在首期节目中 周深为节目贡献了多个高光时刻 第二期节目中也继续给我们带来欢声笑语 特别是周深跟孟子义车上这段采访有意思 周深之前也会被其他人不利的夸奖 但都会游刃有余的夸回去了 但是面对孟子义这么的直求夸奖 周深完全没辙了 每个屏幕都感觉到了周深的灵亂 你听过这个歌没听过 那你怎么会唱 谢谢你 你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你好厉害你听一遍就会唱了 你在干什么 你就是天生的那种音乐才子 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 我还能努力跟你偶像的呀 怎么怎么都坑 我是从小就唱歌好听 当然有用的那种唱歌很紧张 我觉得 纵横就是中国音乐圈谁 你觉得跟你可以媲美 为什么不能接到嘴吗 什么叫 好烦啊 哈哈哈哈 来一二三 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 身边发出了凭只唱歌音域以外的音乐 还有一个歌 还有还有一个歌你听不懂 你个例子 是 你是我的关键词 你 我 你 我 我也 从未知 是 是 你 是 你 你是我的 关键词 你 你在 啊 我 可以 你 怎么能够我的音乐吗 你走开东西 不行 你直接唱一个 你可都能给你介绍 你走开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求你 我不会为难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这你没唱完 我那是我 面对孟子一提问 周深回答的无可挑剔还很有趣真诚 不得不说情商智商在线真的很重要 唱歌好听吗 好想吃 你急睡发现 有吧 小学的时候吧 大学的时候 前面都不要学 那你那时候很浪费 那些年 我现在也是 我在想说 要是我那个时候学 会更 更厉害 那你一切都是对他的安排吧 其实在小学时代 周深还算比较无忧无虑 周围的同学都能玩一块 尤其是那时候周深还是班级里的大队长 还担任了学校合唱团的领唱 不过到了中学时代 周深经历了一段比较灰暗的时光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根本不会有别的外部因素 导致其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同学们在听到周深和女孩子 一般无二的声音时 总会下意识地嘲笑他 随便一个词都能深深刺痛了周深的内心 本就是一句并无意识地说笑 但却成了加剧周深自卑情绪的罪魁祸首 正因如此 周深上初中的时候 几乎不大敢在同学面前开口唱歌 怕经历再一次地嘲笑和讥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时期 那时周深在学校举办的唱歌比赛上 凭借不俗的实力获得成绩 这在某一程度上成了鼓励周深继续前进的催化剂 自此周深开始逐渐正视自己声音的特别 后来一位学长因为欣赏周深的能力 而邀请其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作曲 李宗盛 太多 太多那么寂寞 那么脆弱 这一刻心被锁慢慢吹落 我的世界蔓延着光 沿途自微信给我希望 再怎么闯绝不迷惘 有梦想我不怕受伤 累了急的回家 睡着了心就不会挣扎 梦醒了等日出 我最幸福啊 失败了我快乐 我仍在阳光角落 这让周深彻底打开心扉 重新找回了唱歌的自信 其实周深大学的时候 刚开始是学一的 后来才转学音乐 而且他曾经还因为喉咙出现了问题 差点以为再也不能唱歌了 还好后面好了 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也许就是这刚刚好的时间 才有了周深现在的一切 周深的歌声隐匿年龄 不分性别 不限音域 展现出一种超现实的色彩 他的声音具有同声的清妙甜美 又兼具成年人的力量 这样他的声音造型变化多端 能驾驭多种场合 风格和类型 这种独特的嗓音 既是天赋异柄 也是后天用功打磨的结晶 什么样的事情让你 一直是让你最后读完了音乐吗 没有 其实那个转折是在高三 不 高一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有十家歌手比赛 然后就上去 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每个学校都有啊 对啊 每个学校都有十家歌手比赛 一定有啊 对我也参加过这种 这是学校的传统保留节目 我也参加过这种没有意义的比赛 很有意义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因为 因为你是难得唱一次歌了 我是天天在唱歌那个时候 对啊 就是你开心就好 然后让你接触到了好声音的平台 这个要说就是 因为我不仅仅是 那个即时的在唱歌 我也喜欢自己在家录一些歌 丢到网上去 然后就可能被导演听到 所以自己在家里就用电脑录吗 自己装话筒 对对对 话筒上面盖一个丝袜 我是一个专业的麦克风 谢谢 我们那时候真的有盖丝袜 因为丝袜真的有那种 可以防喷 对防喷麦 但是你知道有个东西叫防喷罩吗 你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去买这种东西 最重要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没有丝袜 哈哈哈 所以你可能稍微收拾一下你的丝袜 我是偷别人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 哎什么叫偷别人的 我是拿别人的 我看到你参加蒙面唱将 有给自己定一个角色叫 我可不是什么 妖蛾子 你为什么要站在一个公众的舞台上说我 我可不是什么妖蛾子 当初是有多少人叫你妖蛾子 你的世界真的这么黑暗 我的世界怎么黑暗了 我就是因为我的世界明亮了 所以我才以为你的世界是黑暗的 我现在只看见了你的黑暗 我记死我了 主要你要取这个名字 你为什么说我不是美丽的蝴蝶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说我不是什么什么猴子啊 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要说是妖蛾子 好了我们收起一下你的怒火 哈哈哈 这个名字不是我 我们就知道你就是看 看你办过女装嘛 那你平时会化妆吗 反正今天我看你来我们节目应该是素颜吧 你是瞎了吗 哎你化了妆吗 你再惊讶一点 我现在心里都在想你 你应该没有化妆吧 为什么不化妆 我是艺人啊 我们上通告肯定要化妆啊 天啊你的化妆师是得罪了他吗 我的化妆师挺爱的 为什么把你的脸色的粉选得这么的黑暗 那是我自己挑自己选的眼色 但是你的就看得出眉毛有化 不用夸了啊 我没有夸你啊 我是从小就唱过好听吗 我好像是吧 你几岁发现了 小学的时候吧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对我来说